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觀看者都是你又在現場 但是你又不在場的 因為最激烈的現場往往是發生過後 所有人才反應過來 我該做點什麼 然後在那個片 在那個瞬間你會發現一切已經來不及了 這樣的綠島都是受困的綠島 但我來了之後還有更多的時刻是長明的綠島 它只是台灣的一個縮影而已 作為一個劇場導演 我的能力就是只是一雙眼睛而已 綠島的確是一面鏡子吧 因為它就是照了一個長明的生活 跟我無能為力的現場而已 我們跟綠島的居民就是反覆的來往 然後聊天 然後他們帶我們去就是到處環島 去鑽他們的秘密基地 對我們來說影響其實是 就是他們自己有他們自己的生活脈絡 然後它變成我們自己創作的基底跟精神 所以當我們在問他們綠島的各式各樣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可以知道他們是很熟悉這個島嶼的各個小小的角落 然後甚至我們今天找到一張地圖 是小小的一個彎奧 或者是一個小小的突出來的岩石 其實都有他們的名字 所以透過這些名字我們可以理解到當時這些地方到臨時 他們的生活脈絡是什麼 然後他們怎麼看待這個地方 對我們來講 蓋客難坊其實在白色恐怖的歷史上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片段 因為其實在那個時候的政治犯 他們需要自己採集材料 然後到海邊打石 上山採草 建造自己的監獄跟圍牆 那這其實是一個很尖銳的一段歷史 因為我本身是魯凱族 傳統的工藝就是疊石頭 我們的家屋也是石斑物 然後來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材料真的不好取得 它必須要搬進來 我是北南族的 然後房子的建造方式 就主要是獨木 當然印象最深的還是 現有的材料啊資源啊 然後再把它用我們的房子去把它 就是重建那樣 那盡量就是以手工的製作為主 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初衷 很有感觸的是因為 我跟那些政治犯或是先人們 做相同的動作 然後在同一個時空裡面 然後他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會帶著怎麼樣的心情 然後我現在正在重演他們 把既有的地景當作是舞台 既有的歷史的故事 當作是劇本 然後我們找一個團隊 重新在這邊演出 聲音 掌握